其實說真的你不需要像以往 你就什麼以前的做牌曲就是你要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那這個原始碼你會從頭到尾 這裡面的話恐怕 哇 程式碼至少快1000行 700多行 那以往就變成說你要一個一個去找 找到你要的區塊 但現在我是覺得 如果你懂得用一些方法 其實還蠻快的 第一個就是我要先知道這個區塊 就按右鍵 在這個區塊 或者你選取某一個某一個位置 按右鍵檢查一下 那你只要往上推 有沒有 剛剛我做那個技巧 往上推 它會顯示出你這個DIV的區塊是哪一個區塊 那所以第一個區塊是這個contents 底線box02 那我第一個我先用find 先把這個區塊找到 有沒有 那再來去找什麼 找底下這些東西 這個東西的話是什麼 這每一個啊 有沒有 你看每一個 每一顆球啊 它的class就是這一個 所以我再抓它的class 然後把它裡面的詞給抓出來 可是這邊的話我是希望 假設我們的需求這樣 我希望看到在那個python裡面看到就長這樣子 先輸出這六個 再輸出這六個 再輸出這一個 也就直接幫我把那個print結果的話就長這樣 那這地方的話 當然它這一個 你用find all 因為它裡面有12個 那你用find all的話 輸出的話也許你就輸出 先輸出六個 再輸出六個 然後再輸出這一顆球 結果應該就可以出現了 那那個紅球的話可能要另外處理 因為它只有一個啦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它的類別剛好就是這個名稱 所以我的做法是大概是這樣 我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是我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我把它print一下 OK 有沒有 開出順序 欸 不過這全部串在一起 那怎麼辦 我乾脆在這個後面 再把它加個什麼 開出順序 後面部分的話呢 也許我再串一個 也許再串一個 串一個什麼 豆點好了 OK 串一個豆點 不過最後一個豆點 我剛才先加個空格好了 假設我後面串一個空格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有沒有 每一個 那這個也要 這個也要 OK 再把它串一個空格 這樣輸出的話 看到結果 就等同有點看到跟那個 網頁上的結果一樣 那做法上面的話 OK 那其實就是照我們之前的邏輯 所以其實 只要 第一個當然一定要用什麼 Beautiful Shook 所以你會發現 Beautiful Shook 這超好用的 這個東西 那目前 大概VBA 或其他語言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 如果其他語言 或者VBA 也有這個東西的話 那其實 倒也是一樣 可以做出很方便的 所以目前VBA沒有這個東西 除非說有那種善心人士有沒有 幫你把那個 在VBA裡面寫 也是寫一個 function 那我們可以把類似那個 function 或者也可以把它寫成一個 class 然後給VBA用 VBA也可以呼叫 一樣可以抓的話 那VBA 如果有這東西的話 那其實也不一定要用Python 只是用VBA也可以 可是目前是沒有啦 那似乎我可以來寫這東西給人家用就好了 不過要有人去做啦 只是說目前 看起來是沒有人做這件事情 那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是付費軟體 除非說 微軟裡面有釋出啦 或者真的有人分享 那自由軟體的好處就是說 它會有一些人做這些東西 好 那我們怎麼使用它呢 第一個啦 前面這幾行都固定的 有沒有 一樣用get 我剛有同學問到一個問題 非常好 大部分90%應該都是用get 少部分會用post 什麼是用post 我前面有跟各位講過嘛 get有點像是 你上面的網址都是被看得到 包含就後面那個 比如說它要傳參數 也會被看到 那用get 可是如果你那個參數不被看到的話 像帳號密碼這種東西 那就用post 不過理論上大部分我們要抓的 大部分都是看得到的為主 少部分呢 看不到的其實大部分都是 不太讓你抓的東西 OK 但是如果你還是要想要抓的話 那你可以把get改成post OK 不過其實啊 如果你這個地方你現在改成post 可不可以呢 其實也可以啊 因為後面都沒有參數嘛 沒有參數 不管說用get或post 我印象中應該都可以 我把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印象中應該都可以 有沒有 一樣 如果我說後面沒有帶任何參數啦 你用get或用post 都可以啦 只是說呢 如果後面有帶參數哦 你就是 又這兩個就是有區分的哦 OK 應該可以大概聽得懂我的意思啦 至於說實作哦 可能要實際上有一些案例 那我們就見招拆招了 OK 其實get跟post 這個還牽涉到一些 就是後 後端的資料庫 後端的那個程式設計 現在比如說 我之前跟各位講過 像什麼 PHP啊 ASP 這種東西啊 那你還 你也要懂這東西哦 get跟post的呼叫方法 不太一樣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涉獵一下 因為剛剛我跟各位講過 那個什麼 像PHP ASP 還有像ASP Darnet JSP 或Jungle 都會用到這種技術 剛好這些東西哦 我剛好全部都教過 全部都涉獵過 全部都 不過我把它當玩啦 不過因為玩得太透徹了 所以就會有人找我去上這些課程 OK 所以這些東西對我來說 其實還算是熟悉啦 不是很陌生的東西 OK 所以 那個後面有機會 我們再來談 因為 同學會有提到這一點哦 表示說 回去是有做一點功課吧 因為問的問題的深 那個深度已經算還蠻夠的 聽得出來 不然一般人 不會問這個問題 OK 自然從來沒有人問過 老師這個Gate會不會改成POSE 像剛剛有同學問 顯然呢 同學回去是 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啊 你怎麼突然會問這個問題 因為就 但我抓到那邊抓不下來 哦 OK 所以你實際上有TRY就對了 OK OK 我們一般人是比較不會 就是 看到這一部分的差異 後面我們再來看好了 不过实际上还是要遇到 再来做可能会比较清楚 底下的话我们一样用Beautiful Shrub 这一行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这一行上面几行都固定的 我们就是给它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的话就是把上面乐透的网站的网址把它贴过来 这个网址的话后面副档名就点ASPX 它是微软的技术 就是现在微软比较夯的叫ASP丹内侧 有没有如果你们有看坊间书 书架上有ASP丹内侧就是用这个技术做出来的 那ASP丹内侧它其实目前分成两种语言 一种要用VB写的 比较早期 不过现在比较主流是用C Sharp C一个紧有没有叫C Sharp 那这个C Sharp其实写法 大概80%都跟Java一模一样 所以如果你会Java你在写C Sharp其实会蛮可以接受的 OK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在研究看看 那再来的话我们如果要抓 我是把它分成三个区块抓 第一个的话我先抓什么 其实有点像填空题 SP.fine还记得吧 SP.fine哦 fine的话基本上就是fine这个区块 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区块 有没有这个区块 那因为这个区块只会有一个 不会有第二个 叫content底线box02 但如果你不确定是不是有重复的话 你可以找Ctrl-C,Ctrl-F 然后把它名称贴上 那你会发现我们看一下 诶会不会有重复的 底下几个match 诶四个match 四个match 那显然 这个地方的话会有四个 这个整个复制 连class把它复制 我看 是不是class等于这个 诶match 这个就没有 那也就是说 我把它看一下这个地方 下一个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微利财 第二个 原来第二个也有 这个区块第二个是乐和财 第三个区块 第四个区块 那因为我用fine 为什么也ok 因为fine的话 假如说你是放第一个的话 微利财 那也可以 如果他不是第一个的话 你可以用fine 然后告诉他是第几个 这样也ok 那我这边说 第一个我用fine 先把那个区块先抓过来 所以抓过来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我把它这个print一下 这个区块的东西 你会发现他就是 等同是什么 等同是把 这个区块里面的程式 全部帮你什么 print 我把它print print什么呢 sp1 然后里面的东西 里面的东西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他实际上就是帮我把什么 帮我把div等于 这个content02 底下到他的结束div的这个区块的程式 其实就是这个区块 等同是这个区块 div这个 有没有这个是收拾 打开来就这个 这个区块 只要在这条线里面的 到这里为止 有没有 所以其实他是什么 帮我把 这一个区块的程式 全部抓回来 这个区块以外的不要 OK 有点像什么 我先缩小范围 这够小了吧 那这个范围呢 我抓回来之后呢 我再去把里面的所有的这个东西抓回来 有没有 然后最后再把read抓 抓过来 就OK了 只是说呢 做完之后的话 还要做几件事 就是说呢 我们还要再把它针对 就是资料呢 分别把它做输出 那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如果我今天要的结果 就是希望看到的 就是类似像那个威力踩 有威力踩这个区块 那我希望怎么 开出顺序 也许冒号 然后呢 就是六个球 大小顺序 再六个球 再来就是最后一颗球 这个要怎么做 请各位试试看 如果我希望爬 就是爬这个区块 然后按照那个顺序 三段 帮我做输出的话 该怎么做 试一下